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豆肉大陆中,整个剧情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潮 魂师比赛即将要开始了 在这一场比赛中,唐三第一场就取得了胜利 他们的第一位对手是天斗学院 但是接下来他们的对手实力有着明显的突破 因为第二位对手来自向甲宗 从七怪们之前的经历中能够看出 他们遇到过很多防御率惊人的魂师 但这些魂师的结局并不是很好 向甲宗本身是七大宗门 所以他们在整体实力上 要比普通的防御性五魂师更加的厉害 再加上背后有着五魂店的支持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在第二场比赛上 直接淘汰七怪们的队伍 但对于唐三的魂技来说 在他面前称得上绝对防御 那也是过于自信 因为唐三不仅拥有万年修为的魂环 他还拥有一个唐门的秘术 这能够使他的实力得到大大的提升 唐三可以用眼睛去干扰对手 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 这种魂技就连五魂的魂师都达不到 这也能够看出 唐三的魂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在这场比赛中 唐三利用眼睛打破了他们的防御 这让人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除此之外 唐三的点穴功夫也很厉害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